沐纯青穿好衣服,抱着昭灵准备出门 一打开门,靠着门蹲着的康乐就滚了进来 世子妃,你醒了 你这是干什么 我有事求世子妃,我喜欢南芝,我想娶她 这是你不跟她说,跟我说干嘛 我跟她说了,可是她嫌我挣得少 说等我挣得多了再找她 她跟你说,挣多少就算多了 这个她没说,应该是越多越好吧 这个傻小子,这个忙我帮不了你 我的银子都不是正能来的 我总不能带你去打劫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让世子妃帮我说几句好话 出出主意,怎么能打动南芝 让她答应嫁给我 让她当媒人她也不会啊 我不会 你就多跟她说说我的好话吧 你有什么好话让我说啊 康乐无语了 世子让她找世子妃这个主意 确定没问题 行了,别打扰青青了 该干嘛干嘛去 世子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我不能把两个石沉的洞吧 谁让你少不拉几的守着门口呢 我这不是着急吗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事得慢慢来 先让青青想想 现在不是您满世界找世子妃的时候了呀 急着去见世子妃的时候 也没见您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呀 那能一样 我不着急找 谁知道青青在哪里啊 再说我不把青青找到 你去哪里取南芝啊 世子妃,您就帮帮我吧 南芝她就听您的 行,我试试 成不成我不保障 我试试